Java我们有做过一个动作 就是说第一个答案就是 在云端上面创一个什么 创一个CSV档 那把这个CSV档 的那个有没有 发布出来 它会给我们一个CSV的连接 对不对 那这个CSV连接呢 里面也许放1234 好像是放1234 56789吧 OK 放10个数字 那这个10个数字 等于是放在云端上面 那个Google四串表 然后就放 就是放1到10的数字 那当你 希望把这10个数字 抓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 那你可以去 把那个 Google云端硬碟里面的 那个四串表 发布成一个什么 CSV档 然后呢 我们透过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过嘛 就是UIL UIL Connection 然后把串流抓下来 然后分别把它放在Buffer里面 再去转换为Byte 然后呢 再去 做一个那个什么呢 转换为UTF-8的动作 OK 再把它Decode 把它解码出来 变成我们的自传 放在这里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怎么样 把它直接Print出来 因为它抓下来的东西呢 实际上就这一个 那如果将来呢 大家第一个啦 就是如何去抓嘛 那我们里面呢 会用了一个 所谓的那个 这个所谓的JAR档 还记得吧 就是在这个专案上面 按右键 我们这边有个Build Path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 去设定那个这个 我们的那个路径 Build Path这个部分 然后里面会引用到有一个 外部的这个 叫HTB Core这个 这个JAR档 这个JAR档 我是把它放在Eclipse的根部底下 其实就是利用它 那因为我们会有两个类别 是去网络上抓之后 就一定要用到这个JAR档 那但是问题是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部分 假设吧 很简单的一个需求 就是说也是一样CSV档 放在云端上面 那可是这个时候显示的 不是说print到这边 而是说你可以print到哪里呢 print出来 但是我们不是用print 我们是用那个 也许用TestView好了 或者未来当然 如果它你再把它切割之后的话 像这个部分 也可以把它切割成一个阵列 那如果是一个阵列 那不就是可以放在 RestView里面了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也可以 把这部分稍微做个复习 那其实前提就是说 只要你是网络上的资料 再加上这个 关键就是这个 HTTP Core 它现在最新版 应该已经到了4.5吧 4.6吧 OK 那可是问题在 Eclipse里面 是在这边去做设定 那可是Android Studio 当然它又换一个地方了 OK 那当然因为 其实早期的开发 都是在Eclipse里面 就是Java学完 直接就是Android 就比较可以衔接 可是问题是Google最近 它又大动作的 把这个Eclipse换掉了 OK 整个就是把它File掉 换成Android Studio 那没有办法 它这个 因为开发 毕竟是现实的 你还是 它改了 你还是要跟着改 你不改的话 你坚持那个阵力 已经没有用了 OK 那所以呢 你们等一下要了解 就是说第一个 也许这个把它 稍微重点复习一下 有没有哪些地方 你忘记了 比如说第一个 有没有办法引用它 第二个的话 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OK 然后第三个 就是说 这里面到底有做了哪些事 其实就五个动作而已 反正这五个动作 将来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Mensure 一个内部的方法 然后让它Run Run完之后 Return 你可以写成一个Mensure 可以Return出一个Stream就好了 后面也许别的 再去接手 再去做切割 或者是说 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切割 切割你可以还记得吧 Stream里面有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 Splitter 可以把它Splitter出来 那不就Splitter出来的东西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阵列 那阵列的话 你就可以跟ListView做一个搭配 那不就是刚好Match了吗 对不对 那只是说这个部分 你该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分别把它完成 那其实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要先做 一定要先确定 这个部分是OK的 那我再做下一个部分 再做下一个 那这样的 只要其中有一个部分发生问题 那我才会知道说 可能是哪部分出问题的 可能性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除错 第一个当然错误的机会比较少 第二个除错也比较容易 你不要都是把它全部参在一起之后 也搞不清楚到底哪里发生问题 所以前面也许我们已经铺成了这个部分 这确定是个连线的嘛 而且我们还做了蛮多事情的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后面呢 又做了一个UIL去连Member嘛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有没有Member部分 那我就放了一个Member上去 然后Member把它直接执行 OK那这边Member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什么会员资料 那会员资料里面的话 有50个会员 它里面分别就五个栏位嘛 其实一般我们作业上面 不外乎就是栏位式的 然后呢 里面分别就是这些资料 那我要怎么样从网路上 直接抓下来 那抓下来是确定没问题的 再来是抓下来之后呢 你要切割 并且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ListView里面 那就OK了 有没有 所以也许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List 所以其实基本上啦 云端上面就是你的Database 而且这还真是一个Free的Database 而且这个资料是由 有你发布的 所以也只有你可以修改 所以修改权限是你的啦 其实我这边延伸出来 就是把云端硬碟当Database来用 OK 那一般的user 具有读取权限 那修改跟删除权限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可以怎么样呢 用那个云端上面有一个 可以设定其他使用者的那个设定 比如说你希望给另外一个人 他有修改跟删除的权限的话 那你可以把什么 你那个试算表 共用给他 然后给他什么 给他那个编辑 他有个编辑的权限 编辑权限就是修改跟删除都可以 其实说真的 这个好处是怎样 如果你的需求只是读取需求 很多其实都只有读取需求 那你就干嘛还要用一个什么 用个server 那这个server的话有些要钱嘛 Seql Server Oracle要钱 当然不要钱用买Seql 可是你要架他之后 然后你要去读取他呢 你又要一个中间的中介的程式 也许用什么 就是serverlay 也许用php 或者用sb.net 那这个当然中间串这么多 就麻烦多了 用这个方式的话 如果你只是单纯是读取的话 那这个会简单很多 可是以比例上来看 我看80%以上都是读取居多 你要动到像新增资料 或者是编辑删除资料的时候 其实反而是比较少 而且是比较需要特殊 因为除非你刚开始要建资料 或者说你可能只需要给某些人 有权限去建资料 或编辑资料的话 那导致你可以想想看 可以用这个方法 其实就是可以做出很多事情来的 不见得说你今天 为了要弄一个app 然后呢 一定要自己再架server server上面还要web server 还要一定还要什么data base server 哇 那前提当然你要自己驾站 如果不自己驾站 你要去租用那个虚拟的主机 那虚拟的主机 也会非常花很多时间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的这个应该还记得 那所以我把它发布出来 所以如果你忘记的话 我记得好像这个发布 如果你发布的出来 那你要找 你可能有时候找不到你那个档案在哪里的时候 有时候好像可以把它贴到这边来 然后可以再去溯源吧 就是可以抓到那个你的位置 也许不然你就是再找一下你原来的那个档案 这里已经就把它下载了 它原来的位置好像是 这边有一个这种的publish的 这个也是用get的方法 UIL的传参数 你可以把这个拿掉 它好像也会回到你原来的这个档案 有没有 你会发现刚刚 后面有参数跟没参数 原来是这个 后面有个PUB 问号指的就是它的参数 问号是后 前面是它的key 后面是它的value 那我把这个拿掉 其实也可以回到什么 回到你原来的这个档案的位置 有没有 那其实我们是把这个档案呢 放在云端硬碟上面 做什么呢 发布到网络的动作 OK 当然如果你要回头来改 我刚刚讲过了 改目前只有你有权限 那如果你要给别人用的话 这边有个共用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的email信箱打上去 如果说你要给它编辑 注解 解释 它有三个权限 其实也够用啦 我觉得 有时候你那个server上面 一堆权限 可是其实大部分都用不到的时候 倒不如 那编辑是它直接可以改 注解是说呢 它可以在上面先标注一下 告诉你一下 那还是由你来改 OK 它有建议权 但是没有直接改的权限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检释 检释就是能看 还是不能改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完成 当然如果你的将来的专案 你只是希望很简单 把一个data 放在某个地方 将来可以抓得到 那你有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很简便 那只是说怎么样 跟那个Android Studio连接 OK 那所以呢 我们再来 那我们就是第一 我们做了几个UIL 底线那个CSV的专案 然后再把它改成Member 应该还记得了 因为如果不记得的话 请看云端或影片上面都有 然后呢 再把它怎么样 切割成B到 就是切割成那个 比如说我只要B栏跟C栏 或者你当然你可以把A到 就是全部东西抓下 当然我只有抓两栏的资料 那你可以怎么样 建那个Redis 有没有 还记得吧 那其实Redis 对应到的其实就是阵列 你可以将来可以把Redis 的东西丢到那个Adapter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执行一下 底下的东西 有没有 其实我都抓B栏跟E栏 B栏就是那个 我们的名字跟电话 OK 比如说你要打给这个人的 那所以其实他抓 名字跟电话就好了 有打电话去 请问一下你是某某某吗 我们是哪里 可不可以耽误你几分钟时间 最近有没有贷款的需求 其实每天都接到这种电话 真的很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这种电话 很多都是这样的 而且还跟你讲说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我们 我们银行的客户 那我先告诉你一下 所以我是 但是我不想贷款 OK 真的很想说 可不可以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 当然现在有那个什么 封锁那个软体 Whose Call 可是Whose Call 有时候还是没有Work 真的很讨厌 我很希望他一定要 没事 没事 有时候你不接 那又觉得好像会不会Lose电话 那你一接 就先听他讲半天 OK 好 那有时候 银行 会不会有类似像这样子 他如果要让你那个 人家打电话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机制 然后网络上放一个APP 你按下去 你今天就做这些事情就好了 那如果那个前端人员 前台人员 他就装一个APP 他自己的资料按下去 我今天我是一个leader 我就分好资料 他按下去 每个人就打这些电话就好了 不就可以很快的 完成你的工作了 OK 类似像这样 那我只是给他什么 B欄跟E欄 因为可能他不需要看到其他资料 也许他的生日 也许他的地址 这些不能让他看到 那你可以把只切割这部分 那后来好像又有变化一个什么 好像加一个雪形吧 雪形的话在D欄 那我又加一个D欄 所以Arelis 我之前是用什么 用那个哪一欄 当成是他的名称 因为有点偷懒 但是我觉得这方法很好记 就直接执行一下 这个雪形的部分呢 也就出来了 后来好像是有哪个地方 有bug吧 切割的地方 这哪边有问题吗 给这个整个人再看一下城市好了 之前还记得吗 有没有哪个地方 还是他这边有出现什么 auto bomb 还是超过超过他的那个 这个整个人再看一下 假设是原始资料我看一下 雪形 有啊 超过比数 它是显示超过比数 这个再查一下好了 基本上如果说要把那个雪形的也抓下来的话 那我这边抓多一个那个 Arelis 然后把其他之下 后来还有延伸到所谓的那个股票嘛 还有XML 这个我想请各位稍微复习一下 那怎么样把我们前面所做的东西 跟那个什么呢 跟那个Arelis做连接 这个好像又是股市没办法连 这个再查查看 一圈子外汇总可以连吧 看一下 OK外汇没问题 股票好像上市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有点忘记了 是不是连被封锁掉 可能那个ID有点问题 要确 要把它稍微再改一下 那一样的方法啦 比如说像这个外汇 那外汇有这么多 那当然你不可能 就整个全部都把它放在List Review里面 比较好的策略也许是怎么样 先切一个大类 放在Spinner 也许美金到人民币下拉 这个A栏就放在Spinner里面 然后呢 也许是底下的东西 再把它放在List Review 或者是说 显示的时候 整个放在List Review 然后点击的时候 跳后面的话 就把后面的东西带出来 放在Alone Dialog里面 也是策略啦 反正就是这个画面的布局 那只是说他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 跟我们的这个结合在一起 不过这难度当然就蛮高的 所以请各位再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稍微复习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许再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做衔接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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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